主席 關於李卓人議員提出 引用這個權利及特權條例 來調查有關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續牌和23條立法 說要出動防暴隊對付示威人士 這兩個指控是針對現在的特首候選人 我首先要申報利益 因為唐英年對梁振英的兩項指控 其中一項是跟我有關的 我又要說這兩項指控 我在2003年、2004年 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我們自己圍繞也好 我的支持者也好 每個人都很清楚 我們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至於商台續牌 而導致後來2004年 我和大班被商台炒魷魚 所謂封咪事件 我們也是很清楚是甚麼一回事 對於唐英年的指控 我認為在我自己的經驗裡 他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 OK 所以你問我 要不要調查 要不要成 對我來說 因為我早就有心理準備 如果梁振英做特首 我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移民 一個就是跟他抗爭 當然剛才我跟後面那些未來執政黨說笑 就是第三個做法就是向他們叩頭拍馬屁 拿點殘羹 盛飯吃一下 對嗎 那不是我的選擇 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走路 再著草一次 另外一個就是跟他對抗到底 就是我自己會做一個選擇 對嗎 在這裡說清楚 我們做人不喜歡 再搞這些 我覺得是浪費時間 如果你問我 對嗎 我自己就真的很清楚 我當時發生事 由2003年大班 封咪兩個月 為這個續牌時間封咪兩個月 李鵬飛有份去找唐英年談 所有這些事情 我們全部清楚 我記下了 因為將來我要寫回憶錄 因為跟我有關 2004年 我如何身心俱疲 需要休息 走了幾個月 所有的過程 當時有什麼人打過電話給我 現在還告訴你 唐英年也打過給我 2004年 我封咪前一個星期 我的店舖被人臨紅油 我在街上被人圍 是嗎 我家人被人恐嚇 是嗎 報紙又登到的時候 O記又成立了個檔案 來問我們是否有個闊老恐嚇 你和大班 所有這些事情 我們全部都記下了 我是很清楚 是嗎 在特區政府行政會議裡 有些什麼人是鷹派 當時主張鎮壓的 包括梁振英 不止梁振英一個 我現在告訴你 是嗎 我們很清楚 當時我們有說這些事情 不過沒有人聽 是嗎 還有我們說這些事情 大家是不甚了了的 是嗎 你黃毓民而已 你雖多口應該受這些懲罰 我記得我跟鄭耀堂說 03年5月1日 勞動節 在美麗華酒店 有一個國際勞動節的酒會 阿棠哥在 是嗎 然後他問候我 然後我說 我也看過 那時是5月1日 我5月13日 就沒有在電台做的 我還跟他說 我說 這次想不走 也不行 命也沒有 這麼嚴重 那就要避開風頭 我告訴他 所有這些事情 我全部都寫下 我說讓我隨口說 都說到很多 6月23日 七一大遊行前 一個星期 我見到曾蔭權 他跟我說 你每天在電台上 叫人們反23條 上街 動我老闆 會出事 我說出事關 我差事嗎 出事就是你弟弟的事 他弟弟在做警務處長 這些我全部有記錄的 所以如果你要開這個B&B 我真的可以作證很多地方 對不對 另外 另外 在7月5日曾蔭權打電話給我 他有時在做政務司司長 我記得是星期六 他問 你不要再在電台上 叫人包圍立法會 現在這個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已經變成了無牙老虎 我們已經收回很多 包括煽動刊物那一條 你就收貨吧 不要再把人包圍立法會 會出事 又出事 你明白嗎 我現在想想想 看到那天 唐英年這麼勇氣 這些事情 整班都知道了 對不對 但最後沒有做到 因為到最後 就多謝田北俊 田北俊 田北俊又爭底 是不是 那時候 我和張宇仁和田北俊 都坐在一起聊天 這些內容我不說 對不對 Tommy 我們面對一個大形勢 究竟怎樣去 大是大非的事情 究竟應該怎樣 這些沒有爆 前半都說過了 你們別留意 分開 我那些電台節目 網台都說了 是不是 我將來寫得原原本本 會寫出來的 當梁振英 抓我坐牢的時候 但我希望隔離瘡是爭蔭權 是不是 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老實說 我們在一個 我們經常自己在想 我們在一個 刀口裡肚生活的人 食得咸魚 抵得渴 當年我們瘋咪 或者受迫害的時候 也有很多民主派朋友 在道義上聲援 到最後又如何 是不是 即是今時今日 這個阿哥 就在做特首 是不是 那你現在 要坐下他銳氣 我也覺得無妨 但是你要找些什麼真相 找不到真相的李卓人 我告訴你 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真相 都沒有人相信嗎 我有了日子 有了時間 你現在問阿曾鑫權 有沒有打過電話給我 他可能不認 當時朱萬寧再唱 是嗎 很多這些事情 老實說 我自己很清楚 什麼一回事 那你想找些什麼答案 李卓人告訴我 是的 那時候他壓制言論自由 他做特首 我們糟糕了 那你可以不讓他做嗎 你又 你要投 你投給何卓人 或不… 你可以不讓他做嗎 他做硬欸 是不是 他找白色空報 完全是他自己確定 到時那個 那他... 他… 他想出來 他… 他舒服我 我們到時就接招了,對不對 但現在真的… 因為這件事跟我有關 我多說一點,主席真不好意思 讓大家對背景了解一點 我又不會反對,李卓人的,對不對 對不對 但我必須很客觀地告訴你 小弟是受害者 差點就加散人亡了,對不對 但現在都試過境遲 現在小弟是所謂的專櫃立法會議員 OK 然後可以那天對準特首 你三筆,我又做三筆給你探 我傳照你來,你就要來 不要拼嘴,真是多威風 日後要收拾我,你那回事 威風一陣子,對不對 現在大家面臨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的,對不對 那你明天怎麼投票,對不對 後天怎麼投票,對不對 所以,李卓人提這件事 你想查,就是找一些文件出來 當時究竟梁振英有沒有說過要鎮壓 其實我告訴你,是不僅僅梁振英一個人說的 OK 是不是 這個 招牌是否講三年 告訴我們第一 Всем早就知了 你看看大班04年 在南華媛媛寫 writing,以及她在7月19日 電台上 當時被俞貞爭鎮有妒 準備選立法會的時候 她上電台節目的時候 當時訪問她的是梁的 還有蔡子強 她說的話 很清楚的,是證實了八年後唐英年說的話 他是零四年證實了八年後說的話 我們還有甚麼真相? 所以今天我借這個機會 都有十分八分鐘我講完我要講的話 謝謝主席 好